不吃早餐已经变成了这个时代的常态 有些人因为减肥不吃 有些人因为太忙忘记吃 有些人因为起步来吃不了 很多人都觉得无所谓 但是长期不吃早餐有很多的危害 那么到底身体会出现哪些变化呢 将来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不吃早餐的危害 肠胃变得越来越差 很多人都能意识到这一点 但说不清具体的原因 其实人们的肠胃是遵循生物中的 在固定的时间就会产生消化液 而当早餐时间来临的时候 如果不吃早餐 那么肠胃一就会分泌消化液 缺少早餐消化之后 过多的消化液便会刺激胃粘膜本身 久而久之便会产生肠内疾病 其实肠胃疾病都算是轻的 因为不吃早餐而患上肠胃病 最后导致肠道癌变的人也不在少数 不吃早餐的危害二 患上脂肪肝早餐 距离前一天晚餐的时间过长 由于能量的消耗血糖水平下降 肝脏的糖原会分解代谢成能量 回身体活动提供能量 如果糖原消耗过多 本来是肝糖原的领地 但是经常被脂肪占据 脂肪肝不断沉积在肝脏内 久而久之就会出现脂肪肝 而现代人大多缺乏锻炼 经常在办公室一坐就是一整天 体内大量热量和脂肪根本无法消耗 同样会促进脂肪肝的形成 不吃早餐的危害三 皮肤越来越差 不吃早餐的话 身体内摄入的营养就不够 皮肤会变得没有弹性 脸色也会变黄 现在很多年轻人年纪虽轻 但看起来气色却不太好 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因为没有吃早餐 虽然在短时间内看不出身体有什么变化 但是时间一久 可能皮肤就会变得很差 所以建议大家早餐要准时吃 吃好 吃饱 不吃早餐的危害四 思考能力降低 相信很多人都有这种经历 早上不吃早餐 整个一上午都工作不进去 这是为什么呢 其实道理很简单 不吃早饭会使人体的大脑 出现血液供应不足以 及缺氧的情况 这样人的思维与决策力 就会大大的降低 影响人的正常工作和学习 各位朋友 你平时是怎么吃早饭呢 又喜欢搭配哪些食物呢 不妨在下方评论中留言 告诉我们的营养师 营养师